孩子现在知道了吗 知道了 父亲离开之后 多久跟他讲这件事情 一年左右才跟他讲 他就一直拿那个手机 就给他的爸爸电话 不停地发信息 就是在一年当中 虽然他爸爸没回他一条信息 他都会跟他爸爸讲 那些已经那种 爸爸 你为什么不回话呀 你星期几才回来 我都想你了 这到2017年还在 已经过了快两年 一年多 爸爸 你别生气了 回一个电话吧 爸爸 想我们了有没有啊 但是我很想你 我起来然后看不见你 我都 我都哭了 他知道父亲是 因为什么事情离开的吗 哦 他知道 但孩子会害怕吗 就比如说在看到大象啊 就说小动物 你为什么又想害我爸爸 我爸爸那么爱你呢 包括我也爱你啊 你为什么又想害我爸爸呀 但是他还是喜欢这类伤 他还是喜欢东西 动物只欲他的喜欢 你后来带他去看过 你真正的大象吗 我也带他去也幸福啊 后来他看了也很开心 他说 妈妈你看那些现在跳舞 不是为人家的人能 mo贵 разгon monument 景 Şey 你 您